是台中市区凌晨所发生的车祸意外 一部白色小客车驾驶马姓男子 从事手机通讯业 他超载七名女子 那么行经向上大蹲路口时 疑似因为逞威风超速 那么直接撞到另一台酒驾 而且左转的违规轿车 那么当时看到被弹出车外昏迷 也造成九人因此受伤 修理车马姓男子载着七名女子 飞快的行驶在台中向上和大蹲路口 下面整个车体碎片飞溅 四散在地上 吓坏目击民众赶紧报警 长发女子被从车里拖出来 穿着火辣短板上衣还有热裤 身上全是车祸擦痕 意识模糊 警消将他送衣 另一条黑衣男子从脸部到手 被通通失血情况严重 伤势较轻的其他伤者 手脚擦伤蹲坐路边 朋友还不断喊着要他保持清醒 就怕车祸脑震荡 而等到这户车陆续抵达 再分别转送不同家医院 警方调查自小客车驾驶酒侧值 高达1.29喝到烂醉如泥 因为在路口回转 才撞上超载休旅车 但休旅车驾驶从事手机通讯行 车上亲民女子打扮火辣 一男亲女的组合 也让人好奇他们的身份 目前有待警方理清 记者胡建仁 红年辉 游彦慈 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